前日赵基伟的突然受伤,让很多球迷掉了一颗心,使中国男篮亚运夺冠的机会大减。 赵基伟的突然受伤,也是打乱了主教练李南的部署,当然了也让辽宁队的主教练郭世强感到不可相信,此前赵基伟还去美国特训,现在就重伤,使辽宁队在新赛季未免也是埋下隐患,再加上此前已经宣布退赛的菲律宾又重返亚运会,中国男篮真是接连出现坏消息。 而,令人搞笑的是,亚兰连还把菲律宾刺到与中国队同组,这也直接打乱了主帅李南针对性的训练计划,使李南队备战计划,又要做相应的调整,中国男篮出现诸多不利因素,现在也总算有了好消息。 那就是球队中二大王牌球员周琦和丁燕宇航,终于可以正常打热身赛,近日正式两大王牌正式上场,与国奥队打了一场热身赛。 根据主教练李南透露,目前周琦身体情况已经全部恢复,现在完全没有问题了,周琦的完全康复也是让李南在亚运会上更有底气。 毕竟周琦在亚洲对抗来说,还是有很大优势的,是中国红队的一大优势。 相对于周琦相说,丁燕宇航虽然是可以上场对抗练习,但其膝盖还有伤,现还没有完全恢复,目前也正在紧张,的一步步进行康复训练。 丁燕宇航也是说,现在心理上要比身体上好,这也可以看出小丁思想准备还是很充分的。 不过,身体上出现问题,有时也力不从心,在此希望小丁早点痊愈,为中国队夺取亚运金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